不知道今年的春晚,大家有没有观看呢? 和往常相比,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,似乎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大火箭厂,说说你们都批克了哪些干鞋。 虽然如此,但是阿美对于蔡宁和葛优的小品,儿子来了,还是艳象深刻的。 一场和照片传销保健品贩色的豆汁豆油,笑料满满,而且又极具现实意义,令人深省。 不过,当天表演之后,蔡宁也是妥妥逼上了热搜,阿美想问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哪? 难道乔山的鞋不好看,还是迪天灵的限量版玫瑰金,终靠没有打动你? 好了,言归真传,今天阿美就要来聊一聊蔡宁。 不得不说,如今已经57岁的蔡宁的身材,让多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,羡慕不已呀。 说到蔡宁的好身材,还不得不提的就是2018年她为男人装拍摄的大片,怎能用性感两个字了得? 恋恋大红唇,性感小蛮腰,身材前途后翘,真是,要傻有傻呀。 不过,也是因为这样一组性感的照片,蔡宁也是被网友吐槽,更支援年纪大了,多穿点别动作了,不多说了,今天我们都是萌妹。 其实说到蔡宁,虽然已经年纪六十了,但是在事业上的奋斗和努力,似乎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,而逐渐减少。 很多人知道蔡宁,就是通过春晚,无论什么角色,蔡宁都驾驭得有刃有余。 从1991年开始,这时蔡宁首次登上春晚,和孔汉林一起搭档表演小品陌生人,并因此一曲成名,被广大观众所熟知。 众所周知,想要上春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春晚从1983年开始,自开发到现在已经有36年之久,而蔡宁作为嘉宾,却参加了26次,这是一种荣耀,也是一种六可。 其实,蔡宁从小就喜欢艺术,热爱表演,曾是中央电视台银和少年合唱团的演员,而在12岁时,就被北京电影之片唱却为了电影《海霞》的女主角的候选人,后来在全国候选人中脱颖而出,饰演了童年海霞,并因此被观众熟知。 初中以后,热爱表演,艺术的蔡宁,也在父亲的支持下,进入了被影场演员剧团,成为了一名演员。 专心研读后,蔡宁的首部影片《戴手铬的旅客》,她在影片中饰演的是绿泛男装的魏小明。 她把魏小明纯真可爱,同情弱者,男孩子气十足的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,因此,表演大获成功,一炮而红。 后来又接连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,例如《国民度超高》的《马大姐》系列电视剧,前人马大姐,党员马大姐,超人马大姐等,每一部作品,都带给了很多人欢乐。 然而在事业上穿风得意的蔡宁,在感情上,也同样被上天所眷顾。 和老公丁丘星的第一次相识,是在一个联谊活动上,丁丘星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女神蔡宁,但想要急于认识蔡宁。 的她,苦于没有只留下联系方式,集中生智,就电话写在自己刚买的高药上,贴在了蔡宁身上。 没想到误打误撞,丁丘星还被蔡宁约见了,但是几次吃饭下来,蔡宁却对她一直不冷不热。 后来蔡宁去拍戏了,丁丘星仍不放弃,每天写一封信寄给蔡宁,就是这样直到蔡宁拍完戏,正好一百封信,日复日日的坚持,最终打斗了蔡宁,两人在一起了。 而在一起后,作为圈外人,她不愿蔡宁透露他们的婚姻关系,所以这紧婚就是三十多年。 但她却又全心全意支持蔡宁的事业,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事业,专心在家带孩子,都乐得起锁。 也正是因为有老公这样的付出,才有蔡宁如今的成就。 其实在蔡宁身上,可以看到她对艺术的坚持和付出,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持和付出,才有了那么多经典和欢乐。 感谢蔡宁老师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欢乐,希望新的一年各位小心。 你们坚持自己的事业,稳步前行,生活中也充满欢乐,被爱搬来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